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的梦想需要大火炊炼 有的梦想需要胆量考验 有的梦想透过美食传达 有的梦想仰赖教育传承 这趟我要拜访一个充满梦想的地方 来到花莲仙凤林镇 跟着梦想一起分享 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 守护着花东纵谷 沿着台九县奔驰 距离花莲市区不到一小时 就来到凤林镇 典型的客家农村 却有着最奔放的活力 因为这里住着一群勇于追梦的人 来到这里你也可以编织自己的梦想哦 天空上有飞行伞 三脚下是凤林镇 来到这个梦想实现的地方 小镇第一件事 就要实现飞上天的美梦 现在我要去学飞行伞咯 两山之间的平原地带 气流稳定 最适合飞行运动 花灯纵谷管理处 在这儿设立了凤林游气区 想学飞行伞到这儿准没错 教练 哈啰 教练 你好 今天要来跟你学习飞行 可是你怎么跟我们约在这里啊 这里就是我们训练的场地 凤林游气区 这个山是人工座的 全世界只有三座 三座 一座在日本 一座在西德 再来一座就是我们台湾的 来 我帮忙 好 这个引人注目的圆形土丘 高度有26公尺 四周没有阻碍 四季都可以练习飞行 最适合初学者 当地人昵称它为弥种 或是小富士山 但是要学飞 得先奋力爬山 好累啊 教练 这根本 有点垂直了 我也要 我前座飞行伞重量不轻 要飞之前 我觉得我奶神已经够了 在起飞以前 我先示范一次给你看 好 然后等一下 你的动作就照着我的动作 这一组放在你的肩上 平均放 你不要一高一低 OK 这样的话比较稳定 脚弓子型 喊一二三的时候 你就用腰力这样 甩 往前面 然后就一直往前跑 一二三 起飞前得先利益金一段 和风的拔河 这叫做豆伞 顺着风向随机应变 调整好才能起飞 飞了 飞了 教练飞了 看教练飞起来轻松如意 连降落都很轻盈 感觉好像不难耶 穿好装备 接下来换我挑战咯 放好 我会怕死 安全帽 现在的 那个小真火呢 其实不是第一次飞飞 但飞过这么多地方 是第一次一个人飞耶 穿上装备再三检查 虽然教练要我安心放胆飞 但还是颇紧张耶 二补完口诀技巧 正式上场咯 好 你不要让你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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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对对对 好 我没有 好 手放下 好 上车 上车 对对对 好 漂亮 好 第一次飞行很成功耶 所以其实只是起跑的时候 觉得有点恐怖 真正飞上天 其实那种平稳的感觉 你马上就找到自信了 好开心喔 教练说我很棒 教练我棒不棒 好 太棒了 好 教练说我赞啊 再一次 没想到第一次挑战就这么顺利 让我信心满满 不过最累人的还在后头 这个伸 这个伸 真的 非常地重 但是 这也是学习一个过程的一步 自己飞的伸 自己要扛回去 教练 好重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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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着20公斤重的伞区 还得爬上陡坡 实在很辛苦 趁着教练整理飞行伞 赶快摊坐休息一下 虽然很喘 但为了再一次飞上天 就算很累也值得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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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到这一次挑战居然失败 大火滚成一团实在很糗 没关系 失败为成功之母 准备好再来一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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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害怕失败 才能尝到甜莓果实 果然成功是留给游泳气的人 就连降落也是漂亮啦 漂亮 雖然刚刚有失败一次跌倒的经历 不过没关系 越臭越勇 人要从错误当中学习 扛起装备爬上山一样很累 但多了成功的喜悦 且累得很值得 再一次飞上天空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我终于成功了 很感动耶 对啊 第一次飞行的感觉 不错 你有那个慧根 真的吗 所以我表现得还不赖了 不错 谢谢教练的肯定 熟度挑战飞上天 圆满成功 但这样的高度实在不太过瘾 教练和我婆友慧根 决定带我到专业的飞行场 摸过椅 教练 你说这就是给我的礼物 是 整个景色很开阔耶 对…在这里起飞 没有那种孔寂感 因为很宽敞 是耶 整个很开阔耶 可是我觉得这个高度好像蛮高的 海拔680公尺 那个是马太安溪 左边这个是万里溪 然后在花蓮溪汇合到太平洋 左边那个就是光复香 这个平原就是属于凤临镇 教练 你还记得第一次从这里 圈上天的感觉吗 哇 记得小时候在这里 看到鸟在空中飞 就一直很攀望 第一次飞 哇 好高兴啊 终于在上面飞行 哇 那种心情特别愉快 非常雀跃 就跟鸟一样 是 好 因为我今天有认真努力学飞行 所以待会教练要带我来体验这样的快乐 OK OK 好 好 我们去准备吧 好 好 飞上天用另一个角度俯瞰风铃的美 教练实现了小时候的飞行梦 而我也体会到了追逐梦想挑战成功的快乐 走在凤梨的道路上 时光仿佛倒流 好像回到小时候乡村流行的气氛 现在我要去拜访一位陈老师 让他带着我好好认识这里了 陈老师 小珍 你好 哇 来这里拜访一眼就看到你的房子耶 还漆成蓝色 好有味道喔 是吗 这很久的历史了吗 有咯 蛮久的咯 有五十几年咯 所以凤梨这里还有很多古早味的房子咯 是的 除了我这里之外 我们在附近呢 还有很多像我这种的房子 那我现在呢 就带你一起用脚踏车 我们在附近走走好吗 还准备了脚踏车咯 有 你看看 好 那我们就来一趟悠闲东风之旅吧 是的 好好吗 OK OK 前面的就是海岸山脉 后面的就是中央山脉 凤梨刚好在中间 是 所以用脚踏车逛我们凤梨是最好的方式 对 而且不要太快的速度 要缓缓的 一种非常轻松的 我常常没事的时候 就骑着这部脚踏车 那边走走逛逛 就兜兜风这样子 那老房子快到了 我们要停下来 老房子在这里吗 好 就在这附近了 OK 这真的是老房子耶 是啊 老师这就是你说的老房子哦 是 可是真的都已经推平了 对 这个房子是 日日时代留下来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原来是日本的移民村 难怪我刚刚骑脚踏车 发现这个道路都特别的笔直耶 那是日本人规划的 它的马路都是方方正正的 但这边不是也是客家人的聚落吗 怎么会从移民村变成客家 日本政府呢 它要保障这里的移民的生活 要给它比较好的经济条件 当时日本人呢 就认为说是客家人的情况 所以就鼓励西部的客家人 到我们移民村来工作 从移民村到客家农村 凤林走过七十多年岁月 历史留下的记忆 除了笔直的道路 古湖的老房子 还有客家文化的代表烟楼 老师 这就是你说的烟楼喔 这个地方呢 前面所看到的是它的炉口 炉口 就是从这里起火烧这样子 是 那里面这一间呢 里面是他们的干燥室 他们的干燥室的入口在这里 它有两道门 里面真的很宽耶 我这样看上去可以挂很多牌 对 这个烟叶呢 经过处理之后 然后一批批的往里面挂 用它们利用的炉口的热气 让里面的烟慢慢的熏干 烟叶是高价值经济作物 旧食称为滤金 熏至其的阵阵烟香 是早期凤林的独特味道 也是陈老师难忘的回忆 大人在这边顾着这个火 那我们小朋友做什么呢 旁边玩吗 烤肉吗 对了 真的 当时是没有肉好烤了 生活状况不好 那我们最多的就是烤甘蔗 甘蔗 对 因为这边接近糖厂 对 番薯咧 有有有 还有花生 花生 哇 所以老师这就是你小时候 生活的回忆 是 是 如今烟叶早已没落 烟田也不复健 留下的烟楼转变为怀旧教材 在记忆里持续飘散着烟叶香 告别烟楼继续踏上旅程 规划完整的环镇自行车道 沿途都设有告示牌相当方便 最贴心的是 骑累了还有专门给单车客的休息站 好烟喔 有老师 有 我骑得好累喔 我买是 你说的补给站是这里吗 是 是 哈囉 你好 请你喝豆奶 谢谢 怎么这么好 来这里还可以喝豆奶 因为我们这边是 是花蓮县的铁马驿站休息站 也是我们丰隆地区融会的食品加工厂 所以骑脚踏车来到这里休息 就可以喝一杯豆奶 我们都请她喝豆奶 我们也没的 对对对 而且我们的豆浆是有五十年的历史的优秀 五十年的历史 对对对 所以凤林这边也是以种植豆类文明吗 对对对 因为早期我们农会是农民的这个豆种很多 所以它用一屋一屋的方式来做豆浆 从早期的玻璃瓶装到现在的自动化工厂 浓浓的豆奶香跟烟野香一样 陪伴凤林人半个世纪 带着爱心豆奶和再迪人满满的热情 陈老师要带我去她最喜欢的地方 哇 这棵树好高大喔 它有三百多年喔 三百多年 是 是 我们把这个地区的名字叫做茄冬树下 嘎当树行 那时候喔 灌蟋蟀啊 做这个蝴蝶啊 蜻蜓啊 都在这里 高大的茄冬树是凤林的守护神 跟阎龙一样满载着陈老师的儿时回忆 坐在树下 喝着甜甜的豆奶 听着蝉蜜感受微风轻浮 有些味道 有些记忆 就像梦想一样 不会随着岁月而消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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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